每日读经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昊斌神父 今天是四旬期第四周的星期一 弥撒的经文在若望福音第四章43到54节 是说耶稣基督治好一个大臣的儿子 他的背景是这样 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生病快要死了 他听说耶稣来到家里乐雅 然后这个人就从格法翁来找耶稣 大概走了三十二公里 要求耶稣基督跟他一起去治愈他的孩子 所以他看到耶稣就跟他有一个对话说 耶稣我的孩子快死了 在他还没死以前 请你下到我的地方 就是格法翁来把他治好好不好 然后耶稣基督就跟他讲 你回去吧 你的孩子会活下去 然后这个王晨就走了 他回去的半路上 仆人就告诉他 你的孩子得到痊愈了 这个故事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要痊愈的话要靠信德 可是信德几乎有几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听说耶稣来的时候 就要听说听到他在哪里 然后就到他那里去 他去了以后他在那里恳求他 像这个王晨大臣一样 他恳求他 可是恳求完了以后 就看耶稣基督要怎么做 在这里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要求这个王晨改变他的态度 因为这个王晨想带耶稣到他家里去 可是耶稣跟他讲不必 你去了以后 你回去他会活着 看起来有点像所谓的远距制定 很远的距里面他给他治好了 可是信德的意思就是 我们接受天主要我们改变的 他就会成就这个奇迹 今天我有一个故事跟这个很像 就是这个叫做买个奇迹 有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叫做朱丽雅 他有一个弟弟生病很严重 在床上 所以有时候他会去看看他 摸摸他 小孩子哭的时候 他告诉他弟弟不要哭了 这弟弟就会停止下来哭 有一天他听着在隔壁的地方 爸爸妈妈在谈 关于他弟弟的事情 这个朱丽雅大概是六岁 他知道大人如果秘密 这样谈话的话 大概是有很严重的事情 他听到他妈妈 爸爸跟妈妈说 我们的孩子 这样要手术的话太贵了 我们现在连账单都付不起 怎么有可能有钱来做这个手术 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讲 我们大概只有靠奇迹了 后来这个女孩子听到 奇迹 如果是奇迹的话 干嘛不去买一个奇迹 所以他就跑到他的房间里面 从他的铺满里面拿出一块钱来 拿着这一块钱 他走过去到那个超市里面 在那边排队 轮到他的时候 那个收银员就问他说 小妹妹你要做什么 你要买什么 他就跟他讲 我要买一个奇迹 这个收银员一头雾水 我们这里没有买奇迹 没有卖奇迹 我也不知道奇迹是什么 所以他就对着那个排队的人讲 谁可以卖一个奇迹 或是做一个奇迹吗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很体面的这个人 他走过来问问这个朱丽娅说 妹妹你有什么事情 你需要什么样的奇迹 这个朱丽娅讲 我的弟弟病得很重 病得很重 所以需要手术 所以这个 然后这个体面的先生就叫他 妹妹你过来一点 过来一点 然后他蹲下来跟这个朱丽娅讲 那你有多少钱 朱丽娅跟他说 我只有一块钱 所以这个体面的声势讲 我想现在这个年代做奇迹 大概只要一块钱就够了 所以后来这个 过了几个月以后 这个朱丽娅的弟弟 就被手术 经过手术已经好了 所以整个就好了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医生带了他的团队 去给他手术 手术完之后 然后手术完以后 就听着这个妈妈 跟这个问这个医生说 我听说有一个匿名的善心人士 付了这个什么手术费 我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我想这个手术费 应该是非常昂贵 那个医生就笑语 在心里想 没有 其实不怎么贵 就是这手术的价格 就是一个女孩子的信心 加上一块钱 所以故事告诉我们的 信心是最好的良药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也需要靠信心 可是刚才讲的信心的意思 有时候就是接受天主的改变 我想这是今天的这个福音里面的重点 信德 祝大家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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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